的确 中国大陆力拼消费转型升级 被视为具有抚慰人心的小确幸 比如说 餐饮业来说 近一两年来火速红了起来 新餐馆力争上游 以名列网红排行榜为首要之物 而老餐馆跟传统的大厨 也必须要一改传统保守的形象 重新包装才行 周济市将挖掘一系列的民厨故事 跟韬客们分享 今天我们要先看的是 80年历史的海派川菜 如何吸引名人成常客 美食如同时代的柯衡 尤其是经历过时光碎炼的经典菜色 糖醋白条 卸粉十字头 你品尝了每一口 都是大时代文化交融的结晶 因为经得起时间考验 所以深刻 仿佛烙印在味觉DNA里 本美食就是唤醒它的隐姓 这边比较传统吧 另外是老上海人都知道这里 网红店就是可以尝试 但是老上海的那种 就是酒店的话可以就是经常来 就如同美国料理大师霍马洛曾说过的 美食有着带我们回到过去的魔力 因此得以让掏客难以忘怀 老上海这种传统餐厅就是 你去了第一次之后还会去 然后一般的网红餐厅的话 我觉得就去过一次第二次 就不太会有再想去的那种感觉 美容镇酒店就是掏客口中 老上海都知道的传统餐厅 1938年开业迄今 已经有将近80年历史 昔日的美容镇 美容镇是上海文化艺术界 名人聚餐的热门餐厅 1945年抗战胜利时 美容镇还曾以一席胜利宴 震惊美食界 每次做到龙凤四喜麒麟门 我就荔枝可吃 它把做凤的鸡肚里装满了樱桃 然后用荔枝跟碳来熏烤 使美丝肉里都充满了果香 那种味道是回味无穷的 由狼熊和金世杰主演的经典老片 春风得意 美容镇 讲的就是这家老餐馆的故事 上海跟台湾一样 都是一个移民城市 因此饮食文化非常的多元 除了上海菜非常知名之外 这里的川菜也是一绝 称之为海派川菜 这个甘烧明虾 甘烧明虾 川菜的经典料理 这是姜末 这是葱花 这是酒粮 从调料来看 甘烧虾从四川到上海后 到底起了什么变化 我们上海水产品比较多 比较新鲜 所以就不放辣 也是甘烧 也叫甘烧 但是不放辣 这就区别在这里 所以我们叫海派川菜 这就说到重点了 四川位于内陆 在水产食材上的运用 没有领海城市 上海来得丰富 明虾是很珍贵的一个 所以不放辣 人家感觉好 感觉就比较新鲜的 他是包裹金 美龙镇的首席大厨 老字号餐馆 能力就不衰 厨房里的大厨是关键人物 而包裹金就是美龙镇 业界称之为 每家菜的第三代传人 我七年 七年 七年开始 美龙镇开馆将近80年 而包大师在美龙镇掌厨 则已经逼近办了事情 四川的豆瓣辣酱 八斤他是四川人 他在做医院的时候 特别爱吃这个菜 所以在华东医院 我跟他送过去 每次他要吃这个菜 就跟他送过去 大陆知名文学家巴金 爱吃的回锅肉 每回都点名要包裹金 替他亲自料理 看看墙上的老照片 当年还年轻的包大师 就已经替不少名人做过菜 这个也是包手 像这种有名的人来吃饭的话 包括李显龙来吃饭 包括这个人来吃饭 这个是Claudia的一个总统 都是我们包大师亲自掌厨的 你像这个诗 它就是 就是纪念曾恩来 1957年在我们这里 宴请上海一年 姜包全是 这是曾恩来来吃的 他去钢铁的老母吃饭 上了这个菜 大厨巧手 仿佛魔法师 从他乡传来的食谱 到了十里洋场 走出自己的风貌 被冠上海派这两个字 其实指的就是海派文化 也就是上海文化 你说师傅 你从一开始做料理 就是从山菜开始做出来 还是说你先从海包的料理 没有 我从上海菜 替老菜色 创造新生命 是包裹金多年经验的累积 和创新 让传统穿菜上海化 上海菜跟穿菜 是两个菜式的 但是有许多 因为经营我们上海的人口味 我把上海的东西 就甜味稍微增加了一点 辣味减少了一点 就这样融合下来 一直到现在已经 可是美串不棒 来上海 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韬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来中国 因为他说想吃中国菜 所以就带他来这边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的第一次 是 这是第一次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 早年还曾被西方国家租借过 这种种历史背景 孕育了上海独有的海派美食文化 在这里享受美食 就不只是吃好吃的 更是品味历史文化的一个过程 TVBS新闻李黄龙 李婉婷 上海采访报道 完了 文字术 优优优独立 !